对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 红豆100克 小米50克 更用清水浸泡过夜 第二天将小米停铺在躲铺上 红豆加水一起上锅蒸30分钟 准备红糖100克 倒入250克清水 搅拌均匀 红糖100克 藕粉加入250克清水 搅拌均匀 先把红糖水倒入锅中 煮到红糖完全融化 再将红粉分三次加入 搅拌均匀 一只熬到藕粉便浓稠 一只熬到藕粉便浓稠 蒸好的小米倒在碗中 加入三分之一的藕粉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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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小米平铺在下面 中间放上红豆 最后再铺一层小米 盖上保鲜膜 扎几个小孔 再上锅蒸10分钟 冰箱冷藏2小时 倒扣出来 再切成小块即可食用 红豆 红豆小米藕粉 都是纯天然的食材 混合红糖 补血养颜 口感软糯香甜 一定要试一试